我们仍要认清自己 前提是要认清更广阔的东西 而更广阔的东西 最有力量的一个承载者 就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留下来的这些经典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哲学思维的训练 那经典对我们来说 很多时候是死的 这个哲学怎么强调 都不过分 逐段逐句的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OK 那上一次我们对苏格拉底的整个的思想 做了一个总结 非常的精彩 那接下来我们结合作者的一些概述 然后他提出了关于 我们如何去进一步的思考的问题 这个作者提问 他说苏格拉底说 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知一过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他说的对吗 考虑一下截然相反的主张 有些人从来没有进行过 自我的检视或者反思 仍然获得幸福而成功 对此苏格拉底会说什么 你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的生活进行检视或者反思过度 是否会存在危险 还是说最大的危险乃是反思不够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提的特别的棒的 就是马上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 一种主张认为未经反思的生活不知一过 一种主张认为我未经反思 我才能够过得很好 但是很显然 罪名的一个分析在于 大家对什么是好本身 理解是必要的 第二个好认为我活得幸福而成功就行了 但是苏格拉底强调的是 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一种道德 活出一种灵魂的卓越或者完整 而要实现灵魂的卓越和完整 我们就必须不断地去认识 真的智慧和真的知识 这就需要不断地去反攻自信 活出自己的一个统一性 那么对于说我们的生活 会不会反思过渡 是否存在危险 那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 我说任何的一种人类的自由的事业 有关人类的思考的事业 或者对于未知进行探求的事业 它本身都是充满风险的 这个我们从来不加以否定 对吧 本身有风险 但是我们会不会因业费时说 这个自由本身是危险的 我们就不要自由 这个智慧本身是危险的 我们就不要智慧 创新本身是危险的 我们就不要创新 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层面 就是反思本身 它有它的危险性 但是反过来说 你以为你不反思 你就不危险吗 是吧 那很多人他不反思 他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他糊里糊涂一生 被成为炮灰棋子 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那么惨 是吧 他明明是被割的韭菜 他还要割送镰刀 这就是不经反思 对吧 你以为你不反思 就不危险吗 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 我认为不存在反思过渡的问题 反思过渡是一个伪问题 人的反思怎么会过渡呢 很多时候我们执行 反思不够 不够深入 不够精确 对吧 我们的反思的视角不够开阔 这只能说 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反思没有到位 然后呢 才导致我们很多的问题没有想清楚 这又回到苏格拉底的一个命题 知就是行 就是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什么是好 我一定做出什么是好 你反思到什么程度 你就能够知道什么程度 是吧 他就会决定你的一种行动的一种高度 那在这个意义上 没有反思过渡的问题 我们需要纠正的就是我们只有用更深入的反思 来矫正我们目前的反思 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 因此呢 最大的危险当然就是我认为是反思不够 这是我的一个 我的回答也是开放性的 我并没有提供唯一正确的答案 但是呢 我想我提供了我的视角 去供大家去沿着苏格拉底的思路进行思考 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当代的联系 就是关于智者派与苏格拉底的一个对照 那么智者派呢 他们会信仰这个务实和在生活当中获得成功 那么智者派的教导里还有别的积极的特征吗 倘若有的话 他们的进度存在哪些缺陷 反过来说苏格拉底他有着高远的理想 他号召人们去检视自己的生活 那么苏格拉底的教导里还有别的积极特征吗 假如有的话 他的进度又有哪些缺陷 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 谁会最喜欢智者派 谁会最喜欢苏格拉底 你希望谁对社会拥有最大的影响力 或者你是否认为这两种观念都是必要的 为什么 这个问题就说是把智者派和苏格拉底 他们之间的一种辩论 和我们今天当下的这种生活处境去联系起来 然后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和判断 当然在我看来 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不仅是当代永远都是少数 但是这样的少数构成了人类文明生活的底应支撑和背景 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在京岛中我们向前 而智者派我们其实并不缺乏 我们今天经常说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也是智者派吗 当然智者派他们的一种务实 他们在智者派在表面上认为没有是非 没有原则的同时 就是智者派他们的思想观念的底层 在我看来蕴含着更大的一种真实 就他们对人性的一种真相 他们有一种非常坦诚的公开的一种看法 他们并不是要周避这种真相 我觉得我们有时候需要诚实 诚实的面对人的善 也要诚实的面对人的恶和人的狡猾 这是我简单的发挥一下 好 下面我们是这样 我给大家作者 我们刚才是整体的介绍了苏格拉底的观点 但是我想我们读一些有时候必要的 进入一些异手的材料 就是苏格拉底的一些材料 进行一个原点的解读 来确实的感受它的方法 也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作者也给我们选读了一份材料 那么我也就想通过这个材料 顺者给大家引读一下 我们去感受一下苏格拉底的一种哲学的魅力 那我们先来按照作者的一个书里 他说先回购一下苏格拉底的这种探问法的那一节 那么在下面的材料里面 我们要看看你能不能发现苏格拉底的方法当中的六个步骤 此外在阅读的时候 要注意苏格拉底他反驳 在一个宗教节日上他们遇到了 遇到了他们就到了这个普勒马库斯家 普勒马克斯是当地的一个妇人 尤其是他的父亲叫凯法奴斯 这个凯法奴斯呢 他是一个退休的富商 那么这个凯法奴斯呢 他当然是觉得自己特别的 这个生活的安逸 甚至为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安逸 我有钱有闲吧 他就有一种骄傲 他认为我过的是一种非常有成就的一种生活 因此呢 我是很有道德的 你看我现在处变不惊 我比较充足 然后呢 这个凯法奴斯他就宣称 他说所谓幸福啊 就是过正义的生活 他以为自己有钱 以为自己过得就非常的正义 那么这就是苏格拉底方法的前两个步骤 第一个就打开了哲学的话题 第二个就确定了一个关键的哲学术语 这个关键的哲学术语就是围绕正义的一种思考 于是呢 苏格拉底他就考察了凯法奴斯和其他人关于正义的概念 结果呢 他就发现啊 没有一个人对正义的定义是令人满意的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智者 这个智者叫瑟纳西玛霍斯 他是一个自命不凡 滔滔不绝的老师 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就加入了这个对话 他坚持要求苏格拉底别再跟他们捉笔场 要苏格拉底自己提出一个关于正义的这个定义 那苏格拉底呢 当然一如既往的宣称 要开始引诱对方 调到他的坑里 他说哎呀 我没有这个问题 我没有你了解得多 我对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所以说我请求瑟纳西玛霍斯 你用你的智慧来启发来开导我们 于是呢 苏格拉底就进入了他的辩证法的第三步 展开了你瑟纳西玛霍斯的对话 OK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对话 好 这个文章是这样说的 他说 这个瑟纳西玛 这个他就是指瑟纳西玛霍斯 这个我第一人称 就是指苏格拉底本人 好吧 这个瑟纳西玛霍斯就对周围的人说 你们看你们看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智慧 他拒绝去教导别人 却自己到处向别人学习 然后呢 学完以后呢 连一声谢谢都不说 苏格拉底说 哎呀 你说的没有错啊 我确实随时随地都在向别人学习 但是你说我不感谢别人 这个可是冤枉我了 我确实没有钱 因此呢 我会用我的赞扬的方式 表达我的感谢 我特别乐意赞扬那些 讲得好的人 只要你把答案说出来 只要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你马上会得到我的这个赞扬 因为我想你一定讲得会很好的 这样是先拍对方的马屁 对方就觉得好吧 我也充当教师吧 于是呢 西玛霍斯就说 那好吧 你们就用心听吧 我确信 这个他非常的确信 他说正义是什么 正义无非就是强者的利益 我觉得当斯拉西玛霍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肯定包括我们这些读者听者 每个人都会不但地点头 说的是 说的是 正义不就是强者的利益吗 而且你看斯拉西玛霍斯一说完他问周围的人 同志们你们为什么不鼓掌呢 看来你们还不愿意承认我这个赤裸裸的这个命题吗 苏格拉底就回答说 你等等 你等等 你不要先忙着让大家鼓掌 我只有先听懂了你的意思 我才会鼓掌 就像你所说的一样 是的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看看他先承认对方的说法 但是 斯拉西玛霍斯 我还是有点困惑 你告诉我 强者的利益到底是 屎玛义丝呢 这是他要说的第二个 他这样说 然后斯拉西玛霍斯说 哎呀 你既然问我那么low的问题 你难道不知道政府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吗 有建筑的政府形式 有民族的政府形式 有贵族的这种政府形式 这个是古希腊的 关于政府形式的三种划分 就是君主制 贵族制和民主制 君主制的变态就是建筑制 然后贵族制的变态就是寡头制 民主制的变态就是 或者共和或者民主制的变态就是 群盲统治 或者暴民统治 反正有不同的说法 当然这个六个政态变解和变态 政态政治和变态政治的划分 我们后面讲到压里士多德的时候 他会进一步分类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斯拉西玛霍斯好像很博血 是吧 他说有这三种政府形式 苏格拉就说 我当然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斯拉西玛霍斯说 那政府 不就是每个城邦当中统治的力量吗 是吧 建筑制是一人统治 民主制是多人统治 贵族制是少数人统治 是不是 没问题 所有的政府都是有统治者的 那么 苏格拉的 这个 然后呢 这个 斯拉西玛霍斯继续说 那每一种形式的政府 都会按照各自的利益来制定法律 对吧 强调了政府的利益 民主的法律 贵族的法律 建筑的法律 这些法律都是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的 所以他们颁发给被统治者的法律 就是正义 违反这样的法律 就要受惩罚 这当然是个事实描述 记住 但是在事实描述里面 他夹杂了 他的一种概念界定 或者叫做评价性的描述 就是 违反法律就是不正义的 因此他想推出的是什么 那统治者说了算呗 是吧 因此这就是说 我说的一切城邦都存在着正义的原则的意思 正义就是政府的第一 我们必须承认政府它又掌握着权力 由此我们进而就可以推论出 不管什么地方 正义都是强者的利益 是吧 正义是政府的利益 政府掌握在强者手中 因此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现在明白了吗 他的这个三大论的这个推理 好 苏格拉底承认 他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呢 我还是想看看 检查一番 你这样说到底是正不正确的 那让我先评说一句 我觉得啊 你在定义正义的时候 使用了利益这个词 但是 但是你却禁止我使用它 不过呢 的确 在你的定义当中 你对利益这个词 增加了一个定义 叫做强者的利益 斯大西巴默说 你得承认这个添加微不足道 不 这个添加是否重要 这无关紧要 但是我们 这事有点无关紧要 但是 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 你是否说的正确 这是苏格拉底一贯的 或者也是我们批判性思维 一直强调的 要考察你是否说的正确 现在我们都同意 你的前提 正义就是某种利益 这一点没错 大家都承认正义就是某种利益 但是 你却静而说 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那么对于你的这个添加呢 我确实还没有什么把握 因此我们必须做进一步的考察 或者inquiry 探究 好吧 斯兰西巴黄说 那你随意 斯兰西巴黄说 我当然会随意的 首先请你告诉我 你是否承认 老百姓或者成民 会服从统治者 老百姓服从统治者 是不是正义的 斯兰西巴黄说 当然是正义的 那么进一步追问 但是各个城邦的统治者 是绝不会犯错误的 还是有时候会犯错误 还是呢 这个关键的问题 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但强者的利益 会不会犯错误 这个我们前面说 美德纪是知识 假如统治者判断错了呢 是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 当然斯兰西马霍斯 是没办法否证的 因此他就说 没错 统治者或者这些强者 也有可能犯错误 好 那他们在立法的过程当中 有时会立正确的法律 有时会立不正确的法律 没问题 那当他们制定正确的法律的时候 这个法律就是 符合他们的利益了 当他们制定 不正确的法律的时候 这个法律就是 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了 你承认这一点吗 承认 承认 那他们制定的任何法律 是不是按照你刚才说的 都必须被臣民服从 才就是所谓的正义 没问题啊 统治者的法律 当然承认要服从了 OK 苏格拉底现在要 抛出杀手件了 他说那好 按照你的论证 正义 不仅是以服从强者的利益有关的 而且还和相反的东西相关 这个射打戏吧 或是义务连困惑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重复你说的 东西 让我们考虑一下吧 我们不是已经同意了 统治者 记住 在制定法律的时候 可能弄错了 他们自己的利益 而服从这些法律 难道也是正义的吗 我们有没有同意这一点 对吧 你说是的 承民服从统治者的法律 是正义的 问题在于 正义又是实现统治者的利益 但统治者如果把自己利益 搞错了 他立了 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法律 承民还要服从这种法律 这是不是有为统治者的利益呢 他是这样的一种推奔的这个逻辑 对不对 OK 好 这个斯达西巴赫斯说 我同意 好 你既然同意了 那么你就必须进一步承认 当统治者无意当中 做了一些会对自己有害的规定 正义就不是为了强者的利益 因为 倘若你所说 正义在那种情况下 正就是承民服从统治者的命令 只要是命令 我都服从 哎 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能够避免下面这个结论吗 弱者被要求去做的事情 在这种处境下 却不是为了强者的利益 反而是对强者有害的 因为强者的利益的法律 不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斯达西巴赫斯说 是的 我承认你这个结论是很清楚的 然后呢 旁边一个叫克里托风的人 克瑞峰的人也插话说 是的 我们都作证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不需要证人 斯达西马赫斯自己已经承认了 统治者有时会发布 对他自己不利的命令 而他又承认 承民做这个事是正义的 你看他这个对话当中 不仅体现出一种戏剧性的一种张力 对话是多元的 对话不仅仅是非此即彼的观点 每个人都参与到 这个对话的一种大合唱当中 这个我们要养成阅读 这个波拉图这种 哲学著作的习惯 今天我们的哲学家 已经不会用这种 古典式的写作方式了 我们的哲学已经失去了 很多的丰富性 是吧 然后呢 斯拉西马赫斯就承认说 承民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是正义的 对 他也说过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再承认这两个命令 一方面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一方面 承民服从统治者的命令是正义的 当然还有第三个小命题 就是强者有时候会立错法律 所以说他又承认了 强者有时候会命令 承民去做对强者不利的事情 因此如果承民服从了强制者 统治者错误制定的法律 这时候的正义是什么 就是对强者的伤害 而不是强者的利益 大家现在看到没有 他的这个推论 是吧 这个叫克尼托夫论 就说不过 他说强者的利益 乃是指强者以为是自己的利益 弱者必须做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他所肯定的正义 那不是他的意思 反正中间这些 我就稍微跳一点 那另外一个人说 没什么关系 我们就当是他说的好了 然后呢 苏格拉底就继续问 斯拉西马赫斯 他说请你告诉我 你的意思是 正义就是强者认为 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而不管他实际上 是否对自己有利吗 这个斯拉西马赫斯说 当然不是 你以为我会把一个犯错误的人 在他犯错误的时候 成为强者吗 开始在偷犯概念 或者说 根据苏格拉底的这种追问 他在修正自己的概念 他想修正的意思是什么 强者是不可能犯错的 犯错就不是强者 犯错就不是强者 这是他想说的这个意思 那我就说 也是苏格拉底说 但是我印象当中 你就是这么做的 当时你同意了 同志者并非永远正确 而且有时会犯错误 哎 苏格拉底啊 那是因为你这个人 是个挖壳高手 你是个诡辩家 是吧 例如 你把某人称作医生 是因为他看错了病 犯了错误吗 我们称一个医生 肯定是指这个医生 没有看错病的时候 我们才说他是医生 你把某人称为会计 是因为他算错账 犯了错误吗 我们说医生犯了错误 会计犯了错误 老师也会犯错误 但是诸如此类的 犯错误的说法 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而实际上我也认为 就我们对他们的 称呼的严格意义来说 你看斯达逊马霍斯 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智者派 也是知道 去澄清自己的概念 是吧 因此他说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犯错误的医生 老师 会计 他们就不是 医生老师快知 就说在原 就是原知主义的意义上 那么医生 或者专家 就是不会犯错误 或者强者 也不会犯错误 只有在他们的知识 抛弃到他们 他们才会犯错误 而这个时候 他们就已经不是 相关方面的专家了 因此 尽管每个人 都在使用医生犯错误 统治者犯错误 这样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们说 只要他还是一个匠人 一个智慧的人 或者一个统治者 他就绝不会犯错误 我们必须按照 就是你们必须 按照不太严密的方式 来理解 我前面给你们的答案 而最精确的表述是 统治者 只要还是统治者 他就不会 不应该犯错误 他在制定 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定的时候 也不会犯错误 而他的规定 就是统治者 必须知错的 因此 我没有矛盾 就像我一开始 说的那样 我坚持 正义 就是强者的利益 哎呀 就是 苏格拉底要开始 因为 因为斯拉西马赫斯 举了一个例子 是医生的例子 然后苏格拉底就开始说 好 打住 打住 你刚才说医生 是不会犯错误的 好吧 那我就问你医生的话题 医生 在你讲的最严格的意义上 就是治病的人 还是赚钱的人 记住 我说的是真正的医生 你前面不是说 真正的医生 不会犯错误吗 那我现在问你 真正的医生 到底是治病的人 还是赚钱的人 那很显然 斯拉西马赫斯只能回答 最纯粹的 最真正的医生 是治病的人 好 那么最纯粹的舵手 到底是水手的首领 还是一名水手 他要进一步的追问了 是吧 好 那个斯拉西马赫斯 他当然是水手的首领 是吧 他要忠胆前几人 好 那么我们不考虑 他在海上航行这种情形 也不考虑 他被称作水手的情形 他之所以与众不同的 成为首领或者舵手 这与航行无关 还是因为 而是因为他拥有记忆 对水手有权威 非常对 他之所以我们都尊重他 是真正的水手 是因为他有技术 有权威 好吧 苏格拉姐就说 那么按照你的说法 每种记忆 都是对他所服务的东西 具有某种利益 是吧 水手对他所服务的航行 有某种利益 然后医生 对他服务的对象 病人 医生是真正的 医生是看病的 因此对他服务的病人 他有某种利益 不是吗 当然 因此 每种记忆的存在的目的 都是要考虑和提供这些利益 这就是记忆的目标 这一点双方都赞同 因此任何记忆 它的利益 就是要尽可能的完善 此外无差 对不对 你啥意思 苏格拉姐说 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以用身体的例子 从否定的方面 假设出来 假如你问我 身体是自足的 还是有需要 那么我会回答说 身体肯定会有需要 因为身体可能会生病 因此需要治疗 而医疗技术 正是为了身体的利益 你也会承认 这就是医疗的企业和意图 我说的对吗 这其实又回到 刚才举的真正的医生 他的利益 并不是医生本身 而是医生诊断的病人的身体 让病人的身体有好处 才能够实现医生 这个行业的利益或者价值 这是苏格拉姐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图案概念 是吧 斯拉西马赫斯说 正确正确 那么因此医疗考虑的 显然不是医疗本身的利益 而是身体的利益 对吗 他不得不承认是对的 那因此 起手考虑的 就是一个起码的人 他一定不是起手的利益 而是马匹的利益 其他的技艺 以此类推 也不会寻求自身的利益 他要寻求的是一种需要 就是他所服务的 对象的利益 对 按照你的苏格拉姐推论 你说的都对 你们全家都对 是吧 好 但是呢 斯拉西马赫斯 既然没有 没有哪门 既然这样说 那么没有哪门科学 或者技艺 考虑的是强者 或者统治者的利益 反过来 他们考虑的 反而应该是 成名和弱者的利益 比如说医生 当然考虑的是 病人的利益 对不对 那么很显然 统治者 我要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 我考虑的 是不是也是 被统治者的利益 哎呀 这个斯拉西马赫斯 才发现 已经被 掉到卡里面去了 他不得不接受 苏格拉底的 这样的一种 命题 于是苏格拉底说 看来 每个 没有哪一个医生 只要他是真正的医生 他在诊疗的时候 他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 真正的医生 他考虑的是 再总结一下 病人的利益 因此 真正的利益医生 他也就像支配身体的统治者一样 他不仅仅是赚钱的人 对此 我们是不是同意了 同意 那因此 在严格意义上 舵手是随手的统治者 而不仅是随手 是不是 都同意了 这样 舵手和统治者 和医生一样 他们要考虑和处置的是随手 或者被统治者的利益 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 就像医生 要考虑的是病人的利益 而不是他自己的利益一样 斯拉西马赫斯 很不情愿地说 是的 是的 你说的太正确了 正确的让我愤怒 是吧 好 苏格拉西说 好了 我已经考问完毕 那么按照我刚才 经过跟你的对话 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什么 任何一个统治者 旧其是一位 你看又强调 是真正的统治者而言 都不会考虑和规定 他自己的利益 而是要考虑和规定 他的臣民 或者适合他的记忆 所服务的对象的利益 他的一言一行 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讨论进行到这一步 任何在场的人都明白 斯拉西马赫斯 关于正义的定义 已经被苏格拉底颠倒过来了 斯拉西马赫斯开始说 正义是强者的利益 经过这么一番对话 最后证明 正义是强者用来服务弱者的利益 因此正义是弱者的利益 这样斯拉西马赫斯的命题 就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 或者经不起推销 或者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支持 我们通过刚才的一番 简单的对话摘要 我们感受了 苏格拉底的探究的一种风格 我觉得这种风格是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可以真的转化为我们 切切实实的所谓的 都因分达 就是做哲学的一种方式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